爱心一减就甘心 给孩子过一个好年 在2018年的开始 伯特丽孩子各个焕然一新 1月17日这天 涂公英希望基金会与15位设计师 一同前往五谷伯特丽日恶中心 为了给孩子过一个好年 当设计师听到能为孩子们爱心意减 都义不容辞 并号召更多设计师一起做公益 在活动中 孩子们一个个换新发型 老师连连称赞 好帅好可爱 连设计师的脸上都充满了笑容 这次爱心一减就甘心公益行动 同学们换了新发型后 脸上的笑容展现藏不住的喜悦 一同参与的设计师表示 在服务孩子时 自己的心反而被满足了 希望以后可以常来为他们剪剪头发 与伯特丽服务的秋连老师 则是相当感谢蒲公英与设计师来到伯特丽 让孩子们焕然一新 过一个好年 我的名字叫孔恩哲 我今年又年纪 感谢你们帮我们 来到国特丽帮我们剪头发 就是老师一开始说的时候 我也就是很开心 就是你们能不能来这边帮助我们 对就谢谢你们 你喜欢自己的新发型吗 喜欢 你觉得大哥哥大姐你的手艺怎么样 不错啊 大家好我叫孟肯 自从做头发以来 其实都会有知道这个活动之后 就会希望说自己有没有什么 自己能够贡献的一些才能也好 其实对这社会有些贡献 所以就听到一姐这个东西 就会想要去做 因为一姐其实有 因为其实没有参加过 所以不知道她到底对象 或是说她会怎么进行 但是今天来 然后知道 就是老师一来之前 然后知道是来育幼院 然后有很多小朋友 那因为自己本身本来就很喜欢小孩 所以然后 然后就是也知道这边每个小孩 他们都有他们的一些不同的背景 就是家庭的状况 所以觉得来这边 然后看到小朋友 他们其实每个都很喜乐 很开心 就觉得反而是好像我们来 我们是给的那个人去去帮助他们 可是就是来这边自己就是很被感动 然后感觉好像是小朋友把喜乐带给我们 就是客人刚好介绍我 然后我就是想说 刚好也有空 就是想说为社会尽一份心理 对啊 为那个比较弱势一点的儿童 我觉得他们都很乖 而且我觉得之后还可以 就是定时可以来陪他们 就是帮他们剪剪头发 或者是帮他们做做爱心都可以 对啊 我觉得他们都很棒 谢谢补工医 也谢谢今天的所有设计师 把我们的孩子一剪 那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过个快乐的年 那今天也发现孩子们都患然一心 所以很开心 那也希望每个孩子们 也希望这里的孩子这么的幸运 可以应该说帮助他们的 遇到帮助他们的人 伯特利是有一位来自屏东 雾台的卢凯族牧师 卢秋月所创立的幼儿照顾地点 23年前 卢秋月牧师看到许多族人 到都市工作 但往往因为收入低 无法照顾自己的孩子 而延伸出许多家庭问题 伯特利除了照顾在都市工作的原住民孩童 也照顾新住民等弱势家庭的孩子 普公英希望基金会 长期关怀陪伴伯特利的孩子 定期教授生命挺个教育 帮助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 建造健康心灵 这次活动不单心灵满足 更让孩子们提升自信 迎接好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